郁同学他就问嘛,如果一个人他长得漂亮啊,是福报还是还债,还倾债啊? 全有,你两句话全讲对了,又有福报又有还债,都有,因为长得好看,没倾木秀,说明你上辈子没有做很多害人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你长得没倾木秀,你这上辈子一定欠倾债 哦,就是这么说,就是好像福报好,他长得漂亮嘛,所以他也容易,相对也容易倾倾债 对了,你去看看哪个好看的人,女人没有五六个男人,哪个长得好看的男人,没有一百个女人啊 就是好像,如果一个人他有福报嘛,他没有修智慧的话,所以他也容易,换这些罪业啊 当然了,实际上你真的学博人,你看着穿着画,你就不会觉得这种男男女女这种事情了,你就不会觉得,哎呦我好看了,我告诉你一个老虎,对不对啊 嗯 一个狮子,你们看过狮子王电影的呀,一个狮子跟这个,好跟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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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好跟好去看上去都是狮子 你说有什么,什么不一样啊,你一个男人也是的,你好看,看了看去,我告诉你到韩国去看,各个都是美女,看着都搞不清楚了 差不多一样样子,那你不跟狮子王选美女不一样,看上去每一个母狮都是一样的呀,那那菩萨看我们人选女人不也就是这么一样吗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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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吧,要用智慧来理解人生啊 哦 就是不是他们的分别性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就是 没啦,所以人很傻的,你比方说你如果,你如果你你你你全世界有有有有有有所有全世界的女人都是长了一个样 你说你叫你娶个女人回家之后,你到外面还会再去娶吧 不会啊,因为都一样了 好了 很简单了 如果你 如果你喜欢吃的菜 全世界就这么一个菜 那你说你会到外面去吃不了 你当然家里吃就算了嘛 问题你自己感觉这个菜不一样 实际上不都一样了 其实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狮子王 他看他这么多的母狮的时候 他看得出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么我们看出去全是狮子呀 了解了解 一个是动物一个是人 哎呀人也是动物啊 人不就是动物嘛 所以人才会干畜生事啊 如果人的境界像菩萨的话 就不会去像动物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动物就是抢掠夺争恨争斗 那么人不就这些毛病吗 动物要了还要要 对不对 好了 其实我们人的大脑嘛 其实也是有动物的那个脑 只是我们人还有一个叫表皮层 就是我们还会讲的思考 表皮层了 人的思考根本不在表皮层 在大脑皮层 不叫表皮层 表皮层 那全部都是毛孔 微细孔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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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